说完第一个话题 我们再聊一聊近期大家关注到的热点 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 大家最关注到的是一则中国社会新闻 现在中国其实还在过年的期间 但是有一个家庭可能正在经历大家所想不到的 我们叫做心理的波动和波折 这就是一个叫做胡新宇的中国的一位少年的家人 事情还要说到2022年10月 在去年的秋天 在江西千山县有一个叫做志远高中的一位15岁的年轻的学生 就是我们知道的胡新宇 他突然离奇的失踪了 而学校的这个录像摄像头所捕捉到他最后的影像 是他从宿舍楼往教学楼的路上走 之后警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把这个学校附近的人工湖抽干了来找 然后甚至是把旁边的花粪池也是抽干了来找 都找不到 可以说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胡新宇莫名其妙的失踪 家人也非常的着急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之后网络上就出现了一系列传言 传言是越来越不靠谱 有人说这个涉及一个庞大的一个器官移植 买卖的这么一个地下的暗网 甚至还传出了这个在学校的老师 参与到其中的一些犯罪细节 还传出了网络录音等等 各种传言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后来大家也很快发现 网络的这些传言 基本上要么是通过之前的视频进行的嫁接 要么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所演变出来 但是始终改编不了的一点就是这一位叫做胡新宇的年轻的少年 仍然不知道人在何方 后来江西公安厅正式介入此事 组成了一个专案组对这件事情进行联合调查 而在刚刚过去的二零二三年的元旦 本来是疫情刚刚解禁 大家可以欢乐的出去过年这样的一个时刻 而胡新宇的家人得来的却是一个悲剧性的消息 最近传来的消息是 终于找到了这一位叫做胡新宇的年轻人的尸体 但是让大家觉得非常诡异的是 这一个尸体最后发现的地方 就是在离学校非常近的一个树林之中 很多网络这些网民就不理解 说你总共找了一百多天 你把胡都抽干了 把化粪池都抽干了 最后的结果是 这一位叫做胡新宇的年轻人的尸体 就在学校旁边的小树林 这不是让人觉得太夸张了吗 你之前的紧密资源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 当然了我们也理解 对于家人来说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看到中国媒体财新 对于胡新宇母亲的采访 他在短短的一百天里面 而整个人从一百五十斤左右爆售到九十斤 基本整个人就剩下一半完全失像 他一直对于警方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并不满意 也不相信这就是事情的一个全部的真相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警方在这件事情中是不是有不作为 大家也对胡新宇为什么突然出走 又是因何而死 产生了很多的疑虑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警方官官方所公布的消息 之前警方对于胡新宇的老师 以及朋友进行了采访 形成了一些笔录 他们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是胡新宇之前因为成绩 在班上排名大概是中下 产生了一些厌许厌许的一个情绪 所以是自行的出走 那么之前网络传言有说 说这个这个学校的监控被删了等等等等 后来呢 而警方通过调查认为 监控没有遭到删减 之前的网络传言是不属实的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现在呢大家还有很多的质疑 有关于国内的公安机关在调查整件事情中 为什么找了一百零六点 才在学校附近很近的一个小树林 发现了这个尸体 包括这一位同学随身携带一个录音笔 是为了他课堂听录音所用 课堂有一些不懂的东西 他可以录下来 那么这个录音笔里面的内容 到底有没有更多的细节和证据 现在也完全不知道 有关于这个案件啊 那我想先请和平先生来讲一讲 是不是你第一次听说 还是你已经听说了有关案件的报道 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 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这个新闻在六多世界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每一天大概有十几篇这样的一些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我大概看了一下以后呢 你非常头痛的一点是这些媒体有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根据自己的角度 根据旁人的叙说完全来出不同的这个版本 在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是你聊过一些案件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当一个案件说 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调查 大家能不能提供线索 这个时候公安机关也好 警察系统以后会接到大量的这种 雷电 雷信甚至还跑到警察局或者是跑到公安局 来告诉你他了解的这个情况 那么有经验的这个警察 一般就会很快辨别出来 这个你多数是不可靠的 虽然有个别的案子后来显示出来 就是漏掉了这个线索 但是你要从海量的信息里面捞出这个有价值的信息 其实是警察系统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 但是现在这些事情呢 他不需要通过跟警察去叙说 他可以在互联网发布出来 这就造成了我们作为一个遥远的一个观众来讲 或者读者来讲一个很大的困惑 哪个资讯到底是可信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缺乏专业和可信的这个媒体调查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 虽然在美国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但是美国你毕竟你可以去看美丽社呀 你去可以看 你大方想认真追查一下 你会相信一个媒体 在这个时候你会去看人民日报吗 你会去看新华社吗 你会去看这个江西日报吗 或者是其他媒体吗 这个是我们在了解中国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困惑 第二个困惑就是中国的公安系统 中国的警察是中国维护社会安全的最基本的力量 当然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同时大家也知道 公安人员的胡作非为 公安人员的不作为 主要的问题是这样一个系统缺乏监督 也缺乏了长期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 这就是使了我们的观众 或者是中国的民众对这个公安系统的执法 有很多的质疑 第三个是揭露出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的这种 这种令人心酸的 或者是人生很愉悦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如果你读公立学校 可能就大家一起混 如果读私立学校 你可能就会得到奖励 但是这个奖励嘛 就像你做一个运动员 你拉不到冠军 拉不到亚军 拉不到冀军 你当然是非常伤心 但是你拉不到也就拉倒了 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孩子 心智还没有成熟 他就缺那么一分 好像是缺那么一分 他就可能会拉到了足够的奖金 当上我看了那个字以后 就很感动 很激动 就是很多的孩子 在那个不承受的心智阶段 他要承受过这么大一个负担 因为他不希望把这个负担 转移给他的家人 巨大的压力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本来同学之间 学校之间 甚至孩子和家长之间 都有很多沟通的这种隔层 很难沟通的 在这个时候 如果学校不给予一些新的辅导 这个时候孩子就可能有出问题 但是问题是 这个案子对我来讲 现在是个谜团 因为你看资料越多 你就越糊涂 看得越多就越糊涂 你最终没法相信哪一个媒体 这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对 孙明先生 你说到这一点 对 你讲 就是让我想到了之前 其实类似的这样的案件 我们还记得封县的 叫封县铁链女 这一位女性 也是这样 最开始整个这个事件传出的时候 公安机关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调查 每一轮调查和每一轮调查说的都不一样 就引起了大家非常大的一个怀疑 再像我不知道 何平先生你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几年前 叫醉苦流调人 在北京出现疫情之后 公布了所有的这个阳性病人 他们所经过的地方 就发现有一位父亲 在多少个工地工作 一日之间啊 从早上凌晨4点一直到晚上凌晨 结果后来大家去说 这到底是谁 发现他其实一直在找自己走失的这个儿子 始终不能够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去世了 后来公布的更多细节显示 其实警方在多年前是让他们这个老两口去认识 说经过DNA检验已经找到他们的儿子了 在某个地方溺水了 但是这个父母啊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啊这就涉及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呢是公安机关在执法的时候 在在进行这个案情通报的时候 总是让人感觉有稀释宁人的感觉 没有进行完整的事实的一个公布 特别是几层的公安机关 自己公布的事实 又前后有矛盾的时候 就导致整个这个执法机关公信力的 这样一个缺失 另外呢我觉得也有一点就是 我们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实际上几个案件涉及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都是有关于亲情还有亲情的撕裂 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 突然丧失了生命的时候 从做父母的角度来看 心里是很难接受的 呃我之前呢就是身边呢 也曾经有几个因为学习压力大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情况出现轻生的 这样的一个朋友 最难以接受的往往都是家长 最难以接受的是那些 虽然不是这一位孩子直接的家长 但是自己也是同龄孩子家长的这一些啊 我们叫做中年人 大家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会产生很多的疑问 会不理解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一个公正透明的一个媒体机构 你的执法机构 又没有在第一时间准确通报案情的状况 就会产生非常多的疑问不解质疑 但是呢一件又一件的这样一个事情 导致一个更深层的结果 我看到有一篇分析文章说的特别好 就是社会公信力不再存在了 大家已经不知道要信谁了 大家不知道要信谁的时候 往往就是谣言真正的过途 因为当你得不到一个真正这个这个透明准确的消息的时候 大家就会去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像这个案件中所产生的啊 不管是什么器官交换啊 甚至有一些人贴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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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尸体 最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个孩子的尸体 是几年前的照片网络上的一些录音也是经过嫁接的等等 等等就为这些谣言的生产者和制造者创造了沃土 所以啊不信任不透明 往往是这一些沃土啊 这个这些谣言滋生的这些土壤啊 几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一条让我们觉得非常揪心的新闻啊 就是在江西有一位年轻的中学生叫做胡新宇啊 不幸允命 整件事情的从警方的处理方式到整个事件的案情播报都留下了诸多的疑点 很多网络的生意呢 也对当地警方处理这件事情中表现的不专业啊 对于社会公开案情情况的不清洗 甚至有蒙混过关的嫌疑表达了非常大的愤恨和不满 那么整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昨天我们得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 这个消息的播报来自于中国官方 但是案情通报之后 留给大家的疑点却仿佛更多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请想要为我们介绍 在北京时间的这个2月2日的上午10点啊 就是江西省市县联合工作专班在上饶市的这个千山县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胡新宇事件的这个调查情况 确定胡新宇系自已死亡 而且在现场找到了一个录音笔 其中有两段音频是明确清晰表达了胡新宇的自杀意愿 而且他们要强调的是 尸体发现地系原始的第一现场 那根据江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这个副厅长啊 公安省公安厅指导组组长胡曼松说 2023年1月28日胡新宇的尸体被发现在国内权威 刑事技术专家现场指导下城市县公安机关联合工作专班 通过开展调查访问现场 勘察尸体检验物证检验鉴定等工作 认定胡新宇系自已死亡 尸体发现地也是原始的第一现场 那关于这个尸体发现地 就是本次胡新宇事件或者胡新宇案件中 争议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这个尸体发现地位于千山县河口镇 兴基山区域的一个凉库院内 凉库的占地面积92亩 内有仓库啊宿舍等等建筑有20多栋 建筑物的这个占地8000多平方米 周围还有红石砌成的围墙 高度有5米高 围墙外侧平整 然后内侧形成一个阶梯状 现场中心现场是位于 梁库院北部瓦地竹树的杂林中 规定高低落差约6.3米 那竹树杂林成不规则的狭长形 面积也有9000多平方米 围绕着尸体发现地 然后在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他身上的这个穿着 网上有很多网络侦探 或者是说有网络各种各样做视频的人 做了很多分析或者做了一些推测 这里也不展开了 我们关注 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 在胡新宇案件中 引发了这么多社会的关注 引发了这么多人的探讨论 但最后还是有一个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逝去了 当时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也提到胡新宇是有明确厌世的表现 和亲生的倾向 根据新闻发布会的通报的 胡新宇的心理刻画情况 经过心理专家访谈分析 结合胡新宇失踪前行为 认为胡新宇的性格内向温和孤独 在意他人看法 少于人做深入的思想情感沟通 心感缺少缺失 缺少情绪宣泄渠道 常有避失想法 具有随时随地在书本上 记录自己情绪想法的习惯 尤其是提到2022年9月份 到志愿中学就读之后 因为学习成绩不佳造成了心理落差 加之人气关系 青春期冲动带来的压力 造成了胡新宇失踪前心理状态失衡 表现为入睡困难早醒 寝后难以再入睡等等睡眠问题 还有一些他个人的心理问题 胡新宇是100多天前失踪的 当时我看了个报道 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或者是说我一个概念就是 在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和反馈中 或者是在之前 我都看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一个小孩 平时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或者突然就不 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就出现了异常 在这个胡新宇案件中 围绕着到底是不是 有很多人去争议 到底是不是自杀 或者是到底他 他怎么就到了这个案发地 有太多的争论 但是最后这些社会的关注 或者是动用了社会的各种资源 能不能起到一个警示 或者是起到一个 对未来 帮助未来 可能会有更多未来的胡新宇们 在他们决定要结束自己生命之前 去拯救他们的可能 我没有看到特别多的这方面的讨论 这让我印象最深的 除了胡新宇 他的这个心理状态 在他的案发前被没有特别得到照顾 或者是得到关怀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官方尽管在这个封县铁链女事件过去之后 仍然是显示出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一个行为 我们记得在一年前也是2022年的大年三十 当时在封县的这个铁 小花梅铁链女 围绕着小花梅铁链女 官方 徐州的官方一共 来了四个权威通 权威通告 一共有四次 第一次通报说受害者是本地人不存在拐卖行为 第二次通报受害者是流浪女被董家捡到收留 也没有拐卖行为 第三次通报受害者是云南人叫小花梅 被父母委托带到江苏治病 并找个好人嫁了 到江苏后走失 未报警 未通知家属 家属第四次通报是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 拘禁罪三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这四次通报 这四份通报是非常的前后矛盾 这个在一年前 在中国的一个地方 作为官方已经有这么一个不负责 或者是前后不专业的一个行为 但是在胡新宇案件中 似乎又一次是出现了这样的 在官方通报中出现了前后矛盾 或者是说 正是因为他的前后矛盾更加深了 我们作为普通的看新闻的人 对官方通报的怀疑 以及他的不信任的一个心理倾向 这是我关注到第二点 胡新宇的生命是结束了 但是在这次引起了这么一个社会性轰动的案件之后 会不会有下一个胡新宇 或者是说像这种 这种并不属于中国一线二线城市的地方 他们的年轻人去怎么去 在求学的过程中 同时他的心理状态也得到一个关注 可能是更为值得讨论和注意的一个地方 因为中国并不是只有上海北京或者是广州 对 其实想刚才这个问题 我们是其实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是有关于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警方在处理这个问题中 特别是像社会公报信息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不专业 出现了一些前后矛盾 引起了各种舆论的质疑 其实是在这一次通报 有关于胡新宇自意身亡的这个报告中 其实我看了这都很惊讶 因为是一个未成年人 你怎么能把他的这些生活的细节 他的录音里面有轻生的一年 都不爆出来 这个我们再看来 你是严重不尊重个人隐私 但是你从回应舆论的质疑角度来看 警方必须给出了一个说法 所以我觉得警方在处理 类似于这一种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处理 第一时间怎么样和父母家人进行沟通 至少不要再出来 这个未来什么100天找不到尸体 最后发现尸体就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数 你也不要出现这样不专业的操作 在真正向社会通报的时候 又不要公布出个人本人那么多细节 这一方面警方的专业程度 对于受害人的 或者是对于这个死者的这个隐私的尊重程度 是有很多专业性上面需要提高的一方面 这个是第一个层子 第二个层子其实是刚才小杨讲 就是中国的地域社会差异 平时大家一想到中国 可能是这个北京上海 可能是深圳这些地方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可能是学生 这个初中的时候 托付成绩都已经满分了 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世界各地游学了 大学的时候已经进入长青藤了 看到的是这样一代又一代闪亮的中国年轻的人才 但是在中国很多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大城市里面 他们的生活状态 他们的学业压力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 甚至一个孩子的生命失去了一百多天 如果不是因为社会的追责 那么可能到现在还是一个无头悬案 当然第三方面 我觉得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对于青少年的心理的关怀 有的时候在过去的几年里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听到了好几起身边的 或者是我们稍有耳闻的一些学者也好 年轻的一些非常出色的 非常优秀的 平时对人非常友善的 这样的一些朋友 这样的一些同事 这样一些熟识的人 出现轻声或者是抑郁 这样一些消息 那么特别是几年前 有一件事情对我 这个打击非常大 那现在可以可以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普林斯顿有一位经济学教授 叫做克鲁格 克鲁格是劳动经济学领域 可以说是开山鼻祖 这样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教授 那么知道去年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是给了三位劳动经济学家 但是当时奖项一出就有人说 实际上这个奖项 还应该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克鲁格 因为他们几个人是一起在一起工作的 这个克鲁格呢 一方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 同时也是非常有名 各方面对于他的评价都非常的好 他曾经是奥巴马政府的白宫的最高的经济顾问等等 可以说是名利双收 又是一位我们看到一表人才这样的一位学者 结果呢 在年仅四十几岁的时候 普林斯顿大学就官宣 他本人因为心理问题自尽身亡了 出来这样一个消息 当时整个经济学界非常的震惊 谁都不知道他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伤痛 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去理解 而他本人呢 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学究 是因为学术问题 是因为缺乏正常的社交而走向这一条路 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吉他手 自己呢除了做这个经济学家之外 还主持一档音乐方面的节目 这么一个开朗热情各方面又受好评 到处生活在鲜花掌声中的人 他心里到底有怎样的 我们所不熟知的这些趋近通优之处呢 当时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而之后的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 越来越多的发生了身边的人出现了心理问题 而且很多都是青少年 那我们也知道啊 特别是在我们的很多华人的社会 华人群体里 大家对于自己心里的困惑 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有一点忌讳啊 不敢去跟别人说 我心里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好像呢 在身边的家人出现了心理问题的时候 大家也总是想把它挡住啊 不去向外面说 认为呢可能还有某一种羞辱感 但是呢其实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是同样重要的 有人说啊 如果你的心里呢 就像你们家的花园一样 哎你的花园里面如果杂草重生里面到处都是毒蛇 那你肯定会请人来清一清 因为呢 这是你啊 每天推开窗子看到的一片地方 而你心里的这一片花园呢 不需要推开窗子 永远跟你在一起 所以呢更需要我们仔细的去打点啊维护 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个机会 也特别希望像电视机前的不管是家长朋友也好 还是学生朋友也好 还是各行各业的其他人也好 对于自己身边的同事家人 以及你社交圈内的人的心理健康 多一些关爱 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也要及时寻求帮助 如果呢你出现了啊 就是轻生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啊 您觉得对于自己心理病毒健康 这样的一些担忧呢 不管是在美国也好 还是在其他国家也好 都会有这一方面的社会救助热线 那么希望您呢 尽快去寻求帮助 同时呢 也希望您关爱身边 可能有这一些需要的人 在与别人对话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了解到 他最近的心理动态是如何的 有关于胡信语案啊 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追溯啊 还没有结束 吴先生 对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被核大化了 核大化了以后呢 就是民众的关注的热情呢 已经让这个案件的本身 你怎么解释 怎么说 大家都可以找到理由去质疑他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的警察所表现出来的是缺乏边界 就是刚才李津博士讲得很对 就是说他们突然有一种感觉 哇 证明他是自杀的 我们就没有责任了 这种心理的一种释放 非常明显地反映在刚才小杨的服输他们警察的表现中间 这是非常糟糕的 不但是你警察没有边界 你更重要的是缺乏一种同理性 今天早上我在跟吴强博士的节目中间我就讲了一点 为什么美国的枪架这么严重 但是美国的总统会把一位华裔的对抗这个 这个凶贤的一个华裔 会请到美国即将进行的国庆咨文上面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总统要表现出来的 就是大家怎么去面对这样一种伤痛的修复方式 一种安慰方式 让大家不能没有希望 哪一个国家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疫情的年终社会的冲突 尤其是小孩子的成长期间 尤其是教育的扭曲 会造成确实很多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孤立的案子 但是在这个时候警方没有表现出同理性 而且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皇帝 中国的皇帝不是叫习近平吗 中国的总统叫习近平吗 或者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叫习近平 这个时候不是说要强国 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人应有个喊的口号 这个时候跟人民一起呼吸 跟人民一起感受 这种力量比你整天到中央党下去讲课 比你整天就接近国家领导人 更能够打动人心 这些工作有时候你看起来是个非常小的事情 当然初级的是一个 整个全民的痛点 因为每一个事情都跟我们联系在一起 老太太也好 老头也好 父母也好 家长也好 所以中国领导人要学会做人 先学会做人 黄帝其实是好当的 你说太过很多问题 但是太过之前的老国防 那么好的声望 原因很简单 哪里有灾难 哪里有问题 我皇帝就在现场 我皇帝就是给予钱 我皇帝就有同理心 路边谈话不仅是谈政治 谈社会 谈你的国家的政策 而是要跟人民的夫妻在一起 所以美国的总统能够把 洛杉矶的一个 华人的勇敢行为 请到美国的国会 参与国境自委 我也希望未来有一天 像这样一件事情 习近平主席也好 或者是李强总理也好 这个时候他来讲一讲 你不一定讲这个具体的安心 你表现一种官怀啊 表现一种同理啊 这个时候我认为中国需要这样一种精神 但是中国现在这个社会 有这个精神 为什么大家这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 就发现了中国人的同理心 还是令我感动的 好 说完了胡锡宇案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现在跟军事有关的一条要文啊